我们节本课 讲了《岳伯记》 《正言》《全道书》 刚刚讲了《雅各书》 其实最重要的一卷书 其实是诗篇 因为你假如真的是读通了诗篇 你跟神的关系 会完全的不一样 诗篇是一卷教导 你怎么亲近神 怎么祷告 怎么敬拜 怎么在苦难当中 借助祷告 超越一切的苦难 所以是最实用的 对你的灵命 最实际有帮助的 也是透过诗篇 让你真的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所以我们一同来读诗篇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六节 一同来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邪漫人的座位 唯喜爱野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便能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 站在溪水旁 暗示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孤单 反他所做的 幸福福 因为野华知道 一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 却必灭亡 我们为什么要读诗篇 诗篇总共150篇 为什么要读诗篇 在第一章第一节 开头的第一个字 在原文圣经 是Blessed 蒙福 整个诗篇 就是让我们 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见人变为有福 很可惜我们 中文的圣经 把这个福这个字 放在第二节的后面 其实在原文 第一句 第二个字 整个诗篇一开头的 第一个字 叫Blessed is the one 你要成为 那个蒙福的人 诗篇会让我们 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在各方面 会经历神的恩典 经历神的统在 那首先 我们来了解 诗篇的命名 我们知道 英文叫做Sum 这个字怪怪的 对不对 原来不是英文字来的 这个字是从 七十四译本 的拉丁文 的一个字叫做 Pasmo 从这个字 这个原来是 拉丁文 给诗篇的命名 然后 他们把这个拉丁文 把它翻成英文 就产生 Zum 这个字 这个 原来拉丁文 这个字呢 其实它的含义 就是 Satur 就是诗篇的意思 诗篇 所以 我们今天用的Zum 是从拉丁文 翻过来的 那在希伯来文里面呢 刚才讲拉丁文 现在讲 真正原来的 犹太人 命名 这个 节卷诗篇呢 他们是用 另外一个字 叫Metmo 我们当中有一班同学 学了西伯来文 可以抄一下 Metmo 那Metmo的意思就是 表达用诗弦乐器的诗歌 所以诗篇很多是 是有配音乐的 歌唱的 那么 特别在诗篇里面呢 有60篇的那个标题呢 都写着用诗弦的乐器 比如说我们翻到诗篇第四篇 Chapter 4 看到吗 那个前面的标题 在原文里面就有这个标题的 一同来 大卫的诗 教育领长用诗弦的乐器 那么 用诗弦乐器的诗歌 诗篇 就叫Metmo 我们一同大声来读Metmo 那么另外有两个不同的名词 犹太人用来描写这个诗篇的 一个就是叫做赞美 就是他们用这个字 Thick Lim Lim就是赞美 Praise 就是Him of praise 诗篇就是一个赞美的诗篇 Him of praise 那第二个字 他们用来描写 这个150卷的诗篇呢 就是另外一个字 The Ploves 就是祷告 意思就是诗篇 这150篇呢 是充满了赞美跟祷告 也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读诗篇 诗篇会让你成为一个赞美的人 诗篇会让你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就是原来这个希伯来文的含义 的确 假如我们来看诗篇里面呢 里面充满了很多赞美清谢的歌颂的诗篇 敬拜的诗篇 清谢师跟祈祷师 我们只看一两个例子就好了 我们来看这个 诗篇 这个 第七篇好了 诗篇第七篇 十七节 对神的歌颂 十七节 一同来 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 称赞他 歌颂耶和华 自告者的名 要歌颂他 歌颂他的公义 然后第八章第一节 一同来 耶和华 我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将你的荣耀选一天 称颂主的名何其美 然后再看这个 第九章第一节 一同来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 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一心称谢耶和华 然后也有敬拜的诗篇 比如说 二十一篇 我们放了二十一 那整个二十一篇呢 就是 对神的一个敬拜 我们只读十三节 最后一节 十三节 耶和华 愿你因自己的能力 显为至高 这样我们做唱诗歌颂里的大能 然后包括三十篇 三十三篇 四十七篇 四十八篇 到最后一百五十篇 就是最明显的 凡有气息的 都要赞美耶和华 都要敬拜耶和华 那祷告的诗篇也有很多 比如说 我们看诗篇第三篇 诗篇第三篇 我们只看这个 第四节 第四节 我用我的声音 求告耶和华 他就从他圣山上 应允了我 向神的祷告 还有第四篇第一节 我们一头来看 愿我为 显我为义的神 我赋予的时候 求你应允我 我在困骨中 你曾使我宽阔 现在求你连续我 听我的祷告 所以包括十七篇 八十六篇 九十篇 一百零一篇 一百四十二篇 都是祷告的诗篇 那在所有的这些诗篇里面 无论是称谢 颂赞 敬拜 或是祷告 重点都是在 俗说神的美德 俗信 跟祂恩典的作为 所以神的俗信包括什么 你在诗篇里面看到 很多的诗篇 在送赞神的俗信 还有神的作为 你读了那么久诗篇 你发现 你发现 送赞是什么 神的俗信 祂的慈爱 好多 在讲到神的慈爱 永远长存 神的慈爱永远长存 所以慈爱是一个重要的 送赞的俗信 还有呢 祂的救恩 祂的救赎 祂的拯救 还有呢 祂的公义 祂的信实 祂的圣洁 祂的威严 祂的勇美 祂的全能 祂的创造 祂的护理 祂的帮助 祂的意志 祂的怜悯 祂的恩惠 甚至祂对恶人的审判 所以 对神的俗信 还有祂恩典的作为 就是两个重要的 这个focus 祂的virtual 祂的美德 祂的作为 祂的弟 两方面 那么当然里面 也有一部分的诗篇呢 特别是大卫 透过 许多的诗篇 对神祷告 求神的帮助 对神的仰望 等候 爱慕 甚至他心里面的 忧闷 疑惑 软弱 跌倒 都很直接的 清新吐一的 沉迷在神的面前 所以 大卫 在诗篇里面呢 比较确定的 有76篇 是大卫的作品 那么 其实诗篇 可以看到 为什么 大卫 被称为 和神信义的人 A man after God's heart 当然我们中文 我觉得放得更好 和神信义 就是大卫 他真的 重建这诗篇里面 你看到 他对神的 那个渴慕 对神那个追求 对神那个的 遵行 甚至他对神的 那个认罪 比如说 我们只看 诗篇 51篇 他有跌倒 但是他可爱的地方 他和神信义的地方 不是他 不曾犯罪 来自犯罪之后 他真实的悔改 这些是和神信义 好 我们只看 51篇 一两节 我们看第一节 到 第三节就够了 一同来 圣啊 求你按你的慈爱 连续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 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 洗除静静 并清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他真是 真是一个 认罪悔改的心 忧伤痛悔的心 主必不清看 所以无论在诗篇51篇 你可以看到 他 真的是 愿意 承认自己的罪 悔罪 认罪 同时你也看到 他对神的那个切募 跟追求 比如说诗篇27篇 第四节 好 一同来 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张扬他的永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然后第八节 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 那时我心向你说 耶和华 你的面 我正要寻求 为什么大卫 成为和神 信仪的人 来自他 真的是 切募神 我们也读过 诗篇42篇第一节 无路 切募细水 他一生的 努力寻求 就是能够 来到神的殿中 甚至住在神的殿中 可以亲信神 赞扬他的永美 在神的殿中 来求问 那今天我们有更荣耀的恩典 我们不需要去到圣殿 才能够赞扬到神的永美 我们刚才所讲的课 从雅各书看 立在生活 今天这个殿在哪里呢 坐在这里 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回到我们心里的殿 用我们灵里的眼睛 我们就会赞扬到神的永美 在神的面前来敬拜 所以当我们好坏来读 大卫的节 七十六章的诗篇呢 我们真的有一个心愿 能够效法大卫 成为一个和神信义的人 能够向神清新吐义 在各样的苦难当中 来负求神 能够亲近神 要赞扬神的永美 所以当我们读大卫的诗篇 我们的一个心愿 我们愿意如同大卫一样 成为一个和神信义的人 A man of the God's heart 那整体诗篇 当我们读的时候 我不晓得 你有没有读到一个 非常中心 最重要的一个的message 你发现所有的 一百五十篇的诗篇呢 其实都围绕着 一个重点跟主题 你们感受到吗 就是什么 His Persons 他的同在 我们的神 他创造了这个宇宙万有 创造了人类 创造了这个地球 不是像自然神论所说的 还记得我们 讲这个历史神学 提过一个叫自然神学 Dism 还记得吗 自然神论是说什么 神 像一个钟标将 Watchmaker 创造了这个手表 给他打满了法条 就把这个手表放在旁边 让他自动地运转 他们认为 神创造了这个世界 让他 有自然定律 就让地球 自己 在那边运转 我们的神 远离了他的创造 神又再去做别的事了 好像没有神的同在 没有神的intervention 没有神的参与 但是整个诗篇 要表达一点 神 与他的殖民同在 神创造了一切 也保守一切 供应一切 他是创造的主 他也是护理的主 He is a greater And he is also the sustainer And provider And also redeemer 特别透过诗篇描写 神的以色列的拯救 带领 看到神的同在 His person 在神的同在带领当中 彰显了神的作为 更属性 让我们认识他 所以当我们读诗篇 你会发现 诗篇里面 描写 神 他连须 护理 他所创造的 他没有离开 我们翻到诗篇 六十五篇 第九节 第九节 一同来 你眷顾地 降下透雨 使地大得肥美 神的河满了水 你这样浇灌了地 好让人预备五谷 所以今天 这个大地满了神的丰富 不是单单只是自然绿 也是神怎么 他眷顾 他教官 神在护理 他所创造的万用 假如今天神创造了 没有护理 保护这个地球 你会发现 怎么这个外太空 那么多的 这些密尼 这些流星运石 都没有打到地球上 其实会有的 但是神真的用他的手 保护这个地球 否则这个地球 早就白孔天窗了 早就被打得一塌糊涂了 神在保护这个地球了 神不是创造了 他就离去了 神与他所创造的 与他所拣选的 以色列人同在 神从来没有离弃 我们再看诗篇 104篇 104 第5到第9节 104 第5 到第9 一同来 将地立在根基上 使地永不摇动 你用深水揭盖地面 柔如异常 诸水高过山林 你的妻子一发 水便奔逃 你的雷声一发 水便奔流 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 你定了的界限 使水不能过去 不再转回 揭盖之地 所以神创造 神也掌管 神也定了界限 不止神不理 神也供应 我们继续读后面 104 从第10节 读到14节 10 to 14 一同来 耶和华是全员涌在山谷 流在山间 使野地的走咒 有水喝 也驴得解几颗 天上的肺鸟在水旁住树 在树枝上提教 他从楼阁中交换山林 因他作为的功效 亦是富足 他使草生长 给露出吃 使蔬菜草长供给人用 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 好 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的供应 神真的保守大地 让偏地满了神的丰富 满了神的慈爱 那神也治理 我们看103篇 前面103篇 22节 好 一同来 你们一切被造的 在他所治理的各处 都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所以神在 每一个的国家 每一个民族 都有他的治理跟掌权 都有他公义的彰显 都有他的审判 但神最荣耀的治理 是在他的选民 以色列当中 所以在诗篇里面 也有很多的诗篇 描写到神对以色列的拯救 跟带领 比如说诗篇105篇 第五节 好 一同来 他普任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所拣选亚伯的子孙 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 和他歧视 并他口中的叛与 这次以色列 特别得到神的保守 神拣选他们 在他们当中 有奇妙的作为 拯救他们 也给他们这个神的叛与 律例典章 然后我们翻到诗篇105篇 特别要我们看到 神是首约 诗慈爱的神 这是神一个重要的属性 首约诗慈爱 105篇 我们读这个 第八节到第十节 一同来 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 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 就是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向以撒所起的事 他又章节约 向雅各定为律例 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 那么 我们再看这个 二十五篇第十节 四篇二十五篇 好 第十节 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 也法度以慈爱诚实待他 不但是神守他的约 要带领他的子民 神也要我们守约 他是慈爱 那这个约的内容 还记得吗 在《出埃及记》十九章 提到什么 就是要守他的诫命 十条诫命 包括十条诫命 离于律法 这些献祭的律法 等等的这些律法 守约是慈爱 那神在旧约 显明这个约的恩典 其实为了要启示 后来信约 耶稣基督的救恩之约 同样 我们今天 在耶稣基督的恩典的约里面 那我们也要守约 不是守约得救 是守约得着神 什么 更丰盛的慈爱 得生命得到更丰盛 所以我们得救 要追求成圣 当我们成圣 守神的约 守神的十条诫命 神就会把一切的 约里面的应许跟诛福 赐给我们 那么这个的应许跟诛福 在旧约的生命纪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只看 二十八章的第一节 那杰格的 约里面的应许跟诛福 到今天还是成就的 二十八章第一节 你若留意听从耶华 理神的话 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他必使你超福天下万民之上 然后下面讲到各样的祝福 出远蒙福 入远蒙福 把你守所做的进度顺利 居上不居下 作所不作为 这是对今天每个基督应许的 我们要守约 守神的诫命 然后怎么 神是慈爱 很可惜今天北美的教会 欧洲的教会 不讲神的诫命 不讲十条诫命 不讲我们要守约 神是慈爱 反正神就是一个 蛮有恩典 丰富的神 反正 我们是他的儿女 他就是要祝福我们 没有看到我们基督徒的什么 责任 我们 要做我们这个部分 要守约 这个约的要求是什么 十条诫命 离律法 Ritual Law 这些献祭的律法 食物的律法 这些 节气的律法 过去了 都是美式的影儿 但是 道德律法 十条诫命 在旧约里面所讲的 十条诫命 没有过去 甚至耶稣 引用十条诫命 不可奸淫 更带着一个更高的 心里面的遵守 你们的义 要胜过 文是法里塞的义 不是表面遵守而已 更是从心里面 去遵守 十条诫命 道德律法 跟神的敬拜的律法 所以 解释在诗篇里面 一直让我们看到 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俗信 然后 诗篇105篇 神的拯救 37 诗篇105篇 37 38 一同来 他灵 大声一点 大声一点 接着神对 以色列的一个拯救 让他们出埃及 过红海 进入迦南的美地 我们再看这个 神 他的供应 78篇 诗篇 78篇 从23节 好 我们从23节 一同读到27节 一同来 他却吩咐天空 又敞开天上的门 将马拿像鱼 给他们吃 将天上的粮食 施给他们 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 他施下粮食 使他们饱足 他令东风起了天空 又用能力 迎了南风来 他将肉像鱼 在他们当中 多如尘土 又像飞鸟 多如海上 今天神有没有 给我们 马拿的供应 有没有 我们得的马拿 比当年的 以色列人的马拿 更荣耀 是什么 神话语的马拿 但是很可惜 今天很多基督 不吃神的马拿 神 每天的供应 以色列人马拿 同样今天的 神接着圣经 祂的话 每天供应我们 领你的马拿 甚至当我们 在生餐里面 主耶稣应取说 这是我的肉 可吃的 最荣耀的 就是吃喝基督 享受基督 吃祂的肉 喝祂的血 就有生命 约然福音第六章 所以旧约里面 很多以色列人 所经历的 这些供应 其实都是预表 今天我们 在信任里面 与基督的关系 我们再读 神的引导 七十八篇 十四节 一同来 他白日用云彩 中夜用光 佛光 引导他们 今天我们刚刚 上一堂课讲完 圣灵 今天神怎么引导我们 今天神怎么引导我们 云助佛助都是预表什么 圣灵 神 引导我们 神就是我们圣灵的云助佛助 不离不弃的站在我们旁边 牵着我们的手 引导着我们 神 祂的引导 所有这些经文 都是要表达一个正理 神 祂的灵在 His persons 那最明显一个描写神的灵在的一个经文 在诗篇一百三十九篇 我们的神无所不在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 我们只读第一节到第十节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你在我前面 暗所在我身上 我往哪里 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哪里 我若在阴间下塔 你也在哪里 我若展开心神的翅膀 飞到海及居住 就是在哪里 你的手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好 所以神 无论你在哪里 祂都什么 都同在 这就是 神透过诗篇 一直要表达出 神的一个 同在的属性 你无论在哪里 都有神的同在 神都知道你 神都认识你 神都看着你 你坐在这个教室 你的一举一动 你在想什么 神都看见 神都知道 神的同在 以前无掌佬 常常订着同学 你那个 手提电脑 有没有在上网 动开戏看 我准备要宣布说 以后我们上课 我们的这个 这个Laptop 只能够做笔记 或者看圣经 千万不要上网 以后要新的规定 但是无掌佬不知道 神知道 所以 整个诗篇 就是要表达 一个中心的 一个message 就是 God's presence 神的同在 神不单与我们同在 而且神 更在你的生命当中 掌管带领你 生命的每一步 你信吗 我们看诗篇139篇 这个后面 从13节到16节 不但是神的同在 更是掌管你的生命 好 13节到16节 一同来 我的废福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福中 你已伏避我 我要呈献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解释我心生之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哪时我的心体 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曾行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日日 你都写在你的车上了 Amen 因为神在创世以前 在基督里就怎么 监顺着你 就知道你 所以在母福里面 就保守你 一步一步引导你 保护你 仇敌不能夺去你 带领你 直到你听到福音 归向真神 他所定的日子 你尚未度日日 神都写在他的车上 神在你生命中 有一个完整的 国度的计划 你的拯救 你的侍奉 你的工作 你的蒙招 一步一步 都是神的计划 所以今天 毛利兄坐在这里 明仙坐在这里 他本来是个企业家 你怎么会坐在这里 神在他生命中的 一个什么 计划跟命定 海员本来在中国 也是舒服得不得了 开一部新车 对不对 Corona 为什么跑来开泼车 泼车还没买到 现在买到没有 我还没买到 对 不怕 神有计划 你们多祷告 神一定要预备 不要怕 对 不用怕神有计划 所以让我们真的看到 什么 神所定的日子 你尚未度日日 神都什么 写在 写在 册上 我也从来没想过 要办神学院 其实 我最喜欢 我常常说 我的护照原来是 牧师 牧者 但是没想到 我在基督之家 牧会的时候 有两年 跑到工人神学院 第一年是兼课 教了第一年之后 我是礼拜一用我的假期 跑去的 同学反应很好 然后第二年呢 我都变了 全 time的 顾问神学教师 part time在基督之家 帮忙 牧会 后来神就感动 我一定要读一个神学博士 要好好推动神学教育 因为发现 中国教育的神学教育 太多偏差了 对整个的道统 对圣灵的工作 各方面都不认识 我那时候 在牧会 常常都觉得很难过 为什么弟兄姊妹 去祷告山了 被圣灵充满了 回来 好像在教会 师父就受到拦阻 其他的弟兄姊妹 在别的教会 也跟我教终说 王牧师 哎呀 我被圣灵充满之后 好像教会之后 停了我的师父 为什么教会 其实传道人会反对 圣灵的工作 神给我一个感动 因为其实传道人 在神学院所受的教导 是这样 所以圣灵的恩赐 已经停止了 不会再有方言了 不会再有医病赶鬼了 所以你讲方言 这个是鬼方言 绝对不是从圣灵来的 其实他们在原来的神学院 这样的教导 所以神就给我一个 好大的负担 神老唯有建立一个 教导圣灵 真理的神学院 将来的毕业生 传道人 才会 接受 圣灵的恩赐 一个圣灵充满的神学院 才有圣灵充满的 传道人 否则 否则都是 过去的这种系统的教导 走不出来 所以我们神学院的三大遗像 还记得吗 第一要认识什么 天父拣选的主权 真的看到 神的手 在 在保守我 他如何拣选 又如何成就 我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 他拣选的主权 第二要认识什么 耶稣基督 内在的 内住的永美 就是我们神学院 对这个密切生活 内在生活的一个重点 第三就是要认识什么 圣灵恩赐的大了 圣灵的恩赐没有停止 今天还是有 接着神迹奇事要什么 见证所传得到 甚至我们神学院 要栽培出来的同学 要成为神国都的 P.H.D. Preaching Healing Deliverance 记得吗 Preaching 就是P.H.D. P.R.E.A.C.H Preaching Healing 传道医病赶鬼 耶稣所做的 我们也要做 Amen 所以 神不单单 祂与我们同在 而且你的一生 都是在神的一个的计划里面 你的婚姻 你藏来的侍奉 你的工厂 神都有预备 我真的回想过去这三十几年的事丰 我真的感谢神 我原来只是想做一个电机工程师 我最大的愿望是要去亚拉伯开发电厂 开发电厂 我的教授已经跟我邀请了 他是台电厂的总工程师 他说你读发电工程读得最好 跟我去 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要做传道 但是两件事情改变了我 当我在台湾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参加了Campus Crusade 全神道会的一个复印行动 当时那个复印行动叫做 我找到了复印行动 第二礼拜 在每一条街都贴个sticker 一个人拿这个放大镜 看到一个东西 下面写着我找到了 然后一个电话号码 很多人看到这个sticker 就很好奇打电话来 你找到这什么 然后就把他们的资料登记下来 我告诉你们 我们可以找到 这位真正的真神 能够找到神的祝福 你要不要 你要的话 把你的地址给我 所以我参加这个行动 拿了好多的地址 之前我没有受过培训 结果当我拿到这些地址 街头巷尾去访问的时候 我真的吓到了 我原来的生活是很简单的 台大的Campus教会 只有两个地方 结果真的现在进到民间当中了 我就吓到了街头巷尾 台湾都是庙 大庙小庙 多得不得了 更恐怖的就是 一开他的门 你按门铃 他一开门 一看到就是个神坛 每个家庭门口就是个神坛 都是迷信的 哎呀 我心里面就有负担 我说哇 台湾真的需要复印 那么迷信 结果我几年前去了厦门 结果发现 哎呀 厦门跟台湾去了一模一样啊 也是 好的庙宇 也是拜马祖 一模一样 这是第一件事 影响了我 台湾需要人去穿福音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大师的时候 我参加一个 我们自己 青年团契 我们自己办的退休会 在那个退休会里面 我被圣灵充满 哇 我们几个同工围在那边祷告 为教会祷告 为台湾祷告 为中国祷告 祷告到一半 祷告了大概一个多小时 突然间 圣灵大教官 我们不知道什么一回事 我们的福岛 被圣灵充满唱灵歌 从来没听过灵歌 那个声音又 那个pitch又高 但是又荣耀 你就感觉到神的同在 然后我们几个 就没办法控制说放言 拼拼拼拼拼再说放言 都不知道什么一回事 也没有给人安守 就是自动的讲放言 这件事情也影响了 哇 真的是经历到神 从被圣灵充满之后 最后开始的时候 每天昼夜所思想的 就是神的话 就是看到人 就像发疯的 跟人传福音 是耶稣啊 就是跟人讲 这两件事影响了 毕业之前我就祷告 神啊 你要我毕业做什么 结果神用意象 用话语 很清楚的复照 要进化神 否则我真的 按照自己的计划 没有想过 要做传导人 只想做电机工程师 但是 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怎么 真的有计划 他所定的日子里 上位度日 度什么 谁在车上 谁在他的生命车 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一个国度的计划 将来 梁丽可能要在北京 做些什么 神都有计划 你们 这一生你要在教会 做些什么事工 神都有计划 赢亚 将来回到河南 要做些什么 神都有计划 我们就是祷告 神的计划 你真的是 到最后 还是 就是 你还是 会走在当中 就这样 越南 逃都逃不掉 Amen 大想逃 你退了一下 受点苦 更糟 结果 他所不愿看见的 里里围城的人的悔改 却神用了他的软弱 成就了大事 为什么 因为他被丢在海里 在余渡里面三天三夜 又被突出来 去到里里围 大家都知道 他的见证 都能够看到他的见证 所以他只是传到几句话 越南一讲 大家都悔改 其实太奇妙了 他不逃 直接去 说不定还要传一个好几天 说不定要传一个好几个月 都不一定太多人悔改 但是因为他一逃 更能够成就了神的计划 让李里围 悔改 因为这次人一看到 越南 都不用讲了 他站出来就是个见证 就是神的大冷 怎么可能 明明这个人 被传说丢到海里了 怎么现在又活了 跑出来了 这就是 俘火的见证 越南的见证 所以神家里生命中 都有他的一个计划 我也从来没想过要来美国 我真的从来没想过 只想毕业了 在华生毕业 就去香港募会 结果神就是太奇妙了 神感动那个长老 支持我去美国读书的经费 因为我在香港募会 我连生活费都不够 很艰难的 怎么可能会去美国读神学呢 神就预备了这个长老 他说 你去读书好 神的计划 是我们想不到的 所以要相信 神今天让你们在丰收装备 神一定有一个 他国度的计划 要用你们 所以可能赵牧师 赵师母也没想到的 原来赵牧师 是基义的 New Care Engineer 从来没想过 要去做牧师 但是神就感动他 不但感动他 现在也感动了赵师母 马上又毕业了 他的祷告就是可以 站在北京 可以传福音 我们为他祷告 求神开乐 Amen 所以神都有他的计划 怎么想到 一个台湾背景的 怎么会跑到中国去 去传福音 所以神有他的美意 好 所以我们 还有很多的经文 我们就不要读了 但是重点 就是要透过诗篇 看到神的同在 他在你生命中的同在 他在你生命中的引导 他在你生命中的供应 他在你生命中的眷顾 保守拯救 所以就是 透过诗篇 彰显出神的同在 他的属性 他的美德 他的作为 在你生命中 好 解释第一个重点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下面我们 发一点点时间 因为 诗篇 就是一个的 poem poetry 他有他的文学的 poetic features 那我们在这个 真言的时候 提了一点点 还记得这个 所谓的 平衡句 这个综合句 等等 你要懂得去 欣赏诗篇 而且在解经上 有一个准确的解经 你一定要抓住 他这种的文学结构 就是 什么叫平衡法 什么是叫 比较法 什么是夸张 否则你解释 一定会解错了 把婴孩 丢在磐石上 怎么会那么残忍 从文学的角度 其实从夸张的角度 来描写的 所以等下 我们会看到很多 在诗篇里面 是一种夸张的描写 甚至夸张描写 都大为大说 他哭到这个 长塌 飘起来 这个是可能吗 你的眼泪会像 哭到这样 长塌飘起来吗 夸张的描写 懂吗 所以假如你不了解 这些文学的表达方式 你的解经会错误 同时你从这些文学结构 你对一些真理的重点 会抓得更准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一些文学的结构 看我们的讲义 第一 叫做同意的平衡法 英文叫 平衡法 意思就是说 第一句的表达 跟第二句的表达 它的结构跟内容 很上似 差不多同意 叫同意平衡法 然后也叫做 敬意 它的意义 比较很接近的 好像是用不同的角度 其实都是描写同一个东西 用不同的形容词 类似的形容词 那我们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诗篇第二个章 好多一些结构的 漏了EL 这个不对 好 我们看诗篇第二篇 你看到这个平衡法吗 我们看这个 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 好 我们来读 外邦为什么中老 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承载一同上义 要抵挡野华 并他的受告者 所以你发现这个平衡在哪里呢 第一 外邦为什么正老 这个外邦 就跟万民 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看到吗 这两个是 敬意平衡 都是针对同样事情 外邦为什么正老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看到吗 是内等的含义 然后下面一句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跟下面一句 承载一同相义 这两句也是什么 平衡的 但是是敬意的 那这是两句的平衡法 但也有三句的平衡法 就是三句话 内容都是 上进的 比如说我们看第五章 十篇第五章 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五节 到第六节 一章来 一章来 好流人学 四行平衡 都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表达 类似的意思 就是不能在你眼前 是你所恨恨 你灭绝 证悟 这四句话 这就变成 Fourth Parallelism 世行平衡 那还有很多的例子 包括第六章 我们来看看第六章 第一节 耶和华 求你不要在路中责备我 也不要在列路中惩罚我 这个是什么 Two Parallelism 两个sentence Two Sentence Parallelism 不要在路中责备 不要在列路中惩罚 这两个是类等的意思的 来加强强调 神的那个责备跟愤怒 所以回去把这些找出来 在诗篇 过去有同学上诗篇智慧书 他写一个论文 就是在诗篇里面的 这些的文学结构 他是专门找这些平衡句子 来分析 那第二个文学的结构 叫做 Progression 进展 也叫做 Synthesis Synthesis 他的意思呢 就是在第二句呢 会把前一句的内容呢 讲得更具体 更发展 更丰富 比如说 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看第二章 第九节 第二章第九节 诗篇第二章 好 你必用铁杖 打破他们 你必让他们 如同姚杖的瓦器摔碎 有没有看到第一句跟第二句 第二句把第一句的 内等的意思 表达得更具体 更丰富 怎么打破 如同姚杖的瓦器摔碎 所以当你 用这个角度来看 你就 看得很清楚 它的结构 第二句 是丰满第一句的 那么 第九章第五节 好 一同来 你曾吃者外邦 你曾灭绝恶人 你曾涂抹他们的名 直到永远 解释三句话 是 3-line parallelism 吃者 灭绝 涂抹 越来越具体 越来越 奇怪啊 所以回去 好好看 包括 第六章 第七节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都很多这些的 progression 跟第四节 没有根的 没有价值的 很强烈的对比 看到吗 一人二人 不同的造域 强烈的对比 所以我回去好好看 很多的这些对比法的 第四个文学结构 叫做比较法 comparison 很多的比较 很多很多的这些的比较 或是预表 或是预表 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章 第二节跟第三节 第三节 它要什么 像 一个树 这个像 就是一个比较法 而且是叫做 名誉的比较法 就是说你会在句子里面呢 一定会找到 像 这个字 或是如同 这个字 这种叫 simile 叫名誉 像 康批 都会有这个 讲明出来 像什么 如什么 所以我回去看一下 四十二章 如露 切目细水 有这个如 看到吗 如露 回去好好看 诗篇把它找出来 那另外一种呢 叫做暗誉 这个是名誉 还有暗誉 暗誉就是说 没有这些如啊像 就直接 把它 这个metaphor 讲出来 比如说第五章 第九节 第五章 第九节 好第九节 因为他们的口中 没有诚实 他们的心里 满有邪恶 他的喉咙 是敞开的坟墓 你看到 用是这个字 他的喉咙 真的是坟墓吗 应该说 如同敞开的坟墓 那就把这个 如同这个字 或者像这个字 不讲了 就直接说 他们的口咙 就是敞开的坟墓 这叫metaphor 暗誉 所以你读的时候 要把它 找出来 喉咙 不是坟墓 喉咙 喉咙如同敞开的坟墓 带出死亡 很多几些的例子 暗誉跟明义 第五 就是刚才提到的夸张法 比如说诗篇第六章 第六节 一同来读 第六节 我因哀恨而困乏 我每夜流泪 把长塌飘起 把褥子撕透 真的这样吗 假如你不用这种 文学的夸张法 你就觉得圣经乱写 可能吗 哭到长塌飘起来 水灾 不可能啊 懂吗 但是是来 用一个夸张的表达方式 表达它流泪的 那个多到一个地步 多到一个地步 这样把长塌都飘起来 就是哭得很上心 不住地哭 接着一个夸张的描写 那还有 我们再多看几个例子 诗篇一百三十七篇 第九节 一三七 第九节 好 哪里的阴海摔在磐石上 哪人变为有福 这个同样是一个夸张的描写 来是来表达 对仇敌的恨物 不是真的 叫你把孩子摔在这个盘石上 把他摔死 也是一种夸张表达 心里面对仇敌的恨物 是一个夸张的表现 因为这是文学作品 不是像罗马书 这个讲理的一个议论文 不是 还有比如说诗篇 二十二篇十四节 二十二篇十四节 好一段来 我如水被倒出来 我的骨头都脱了解 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 有没有看到 我的骨头都什么 脱了解 其实一个夸张的描写 我的骨头都脱了解 你还能活吗 最近在玻璃摩 那个黑人被打到 这个颈椎关节死掉 你一脱解 所有脱解你脱不了了 夸张描写 当然他在前后也是 很明显看到这个名誉 看到吗 这个 我如水 看到吗 如这个如就是一个名誉 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 其实都是名誉 simile 所以当我们读诗篇 一定要把这些文学结构注意 否则你没有办法抓到 他的描写的那些重点 还有他解释的含义 否则你会解错的 好 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了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下礼拜会简单 再讲一下整个诗篇的大结构 分成五大卷 分成不同的类别 然后就进到一篇一篇四篇的写读 我们只剩下三堂时间 不可能讲完一百五十篇 但是呢 我只算其中十七篇比较 我觉得重要的 但是你们收到我的email嘛 你们开始要看 本来是要求你们看那个圣经宝库里面的 那个诗篇 但是我发现里面那个写的不是很深入 所以我帮你们昨天找了一些更好的诗篇的注解 包括那个人生三大智慧 那个ebook你们都收到了吗 所以开始要读了 一个月之内 结束一个月之内要把这些读完 还有写一个论文 等一下在照会的时间 我简单讲一下怎么写论文 因为发现大家写的论文 都抓不到重点 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分数 有些是B加 就是因为表示你没有抓到写论文的重点 那么我们就是在诗子在这儿 为什么不nak拍摄 就是因为它是这样的 我就是在诗子里面的重点 或者是偏在诗子里面的重点 所以我刚才给你 在这儿来诗子里面的重点